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山在中国的辽宁省是很重要的工业基地 安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安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7月位列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385位 整个集团的员工数量大概是14万人 是非常标准的大型国企 始建于1916年 前身是安山制钢所和兆和制钢所 另一个本刚在辽宁省的本席市 是新中国最早恢复生产的大型钢铁厂之一 被誉为共和国的工薰企业 而在2021年8月份 安刚和本刚宣布正式的合并 那全球第三大钢铁企业就此诞生了 像这样的巨型企业 也熬不过经济的冬天 这次裁员主要是精简干部 精编年纪偏大的人员 再算上一些不懂规矩的 没有背景的 贪污腐败的 趁着这次政策呢 让他们KO出局 但是毕竟是国企啊 裁员也讲究双方的面子 毕竟当时能来到国企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啊 能拉关系走后门才来到这儿的 所以即便是裁员也给一些面子吧 安刚本刚给出了六种退出的方式 就算是和平分手 第一种呢 就是得病不能按时上班的 差不多收拾收拾 你就回家吧 按病退办理 当然功龄不高的 拿个几百一千块钱按的了不得了 第二条呢 是工作已满十五年 不愿意上班的 那么给这样的人啊 保留劳动关系 你可以自谋出路 企业呢 让人给他交保险 那这样的人肯定就亏了 他当年能进入国企啊 拉关系的费用 可能都要几万块 我怀疑他这十五年呢 有没有攒出几万块 然后呢 就下岗了 企业呢 只给你交保险 第三种情况就是男员工 五十岁以下 女员工四十周岁以下 可以息工创业最多三年 三年后必须回到单位报到 息工创业期间 企业仍为其交保险 这种情况显然是给那些 有背景的人准备的 离开三年 看你有什么更好的出路 没有出路呢 给你停薪留职 你还可以回来 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距离法定退休 大于五年的 就可以与企业协商 申请 解除劳动关系 然后买断剩余的工龄 从此就跟国企再无瓜葛 于是呢 你就自生自灭 回到社会当中去 第五种情况呢 就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 只有三年之内的 那样呢 可以申请离港休息 企业为他们交保险 每月可以领取一些生活费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提前退休 那最后一条 第六条 是给那些完全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的员工准备的 非常非常的恶毒 第六条规定 不申请离港的 将竞聘上岗 落聘的转岗 进入人才培训中心 参加转岗学习 每月领取生活费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走 你就在这参加竞争 但能不能竞争上岗 不是你说了算 一旦落聘失败 那还是每月给你的生活费 回家养老 唯一不同的是 你还得定期回来 参加转岗学习 那这么一看呢 他裁员的信心呢 就非常的坚决 肯定没有员工选择第六条了 在一到五个规则里呢 看你的国企里的视力如何吧 背景如何 选择一个稍微不亏的 就下岗回家吧 那这次安钢本钢 目标裁员人数是三万人 集团给下属单位是这样的指示 如果你不裁员或者少裁员 可以 但是增人不增工资总额 减人不减工资总额 也就是说呢 谁先完成裁员目标 谁就先增加收入 那这个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一刀切 损失掉所谓的少部分人的利益 给剩下的人足够的好处 来维护这个庞大的邪恶的体系 那国企尚且如此 民企呢 可想而知了 中国未来的经济还会持续的走低 那国库会越发的吃紧 那这样一来会形成恶性的循环 之前中国政府因为缺钱啊 所以就到了杀猪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家都没能幸免 最体面的呢 就是买你的公司股份 让你变成国企 像腾讯呢 阿里啊这样 稍微倒霉一点呢 就直接一刀切了 像于敏红那样的 最最不幸的 就是用法律手段 把你抓进监狱 让你享受牢狱之灾 像许大武事件这样 把这些的 他们眼中万恶的资本家 企业家打倒之后呢 政府就可以接收他们的财富 但这样呢 没有可持续发展 仍然是不行的 比如说我很缺钱啊 这个月我在马路上 捡到了一千块钱 我很高兴 但我不能因此而得到生计啊 因为我不是每个月都能捡到钱 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性 所以中国政府呢 就把黑手伸向了自己人 以共同富裕为名 让所有的人都变穷 这样呢 老百姓就没有意见了 那执政地位呢 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时代 强势 而又带着崇拜感 第一步呢 就是反垄断 还有查抓偷税 漏税的力度 以前呢 都是自己人 大家心照不宣了 现在到了杀猪的时候 除了企业 各地的公务员 也不能幸免于难 我们万没想到啊 江浙户这样发达富裕的地区 竟然成立了一个降薪办 全称是降低薪酬统筹办公室 全面审核江浙户的公务员 在未来几年达到全面降薪的程度 同时呢 还成立了一个疫情基金 扣除公务员的一部分公司 来填充这个基金 苏州南京各类的补贴呢 年终奖减到将近一半 南京公务员降薪三到六万元 苏州公务员降薪七万 上海的公务员也没能幸免于难 今年绩效奖金全部取消 重大活动的奖励减半 全年到手的奖金家公司 至少减少了五万起 一年十三新制度取消 年终奖金也进一步缩减 而未来全中国的公务员 之前打折的个人所得税 以后呢 也全额缴纳 公务金有可能削减 或者是取消 可以预见的未来啊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 生活不会好过啊 除了祈祷 我还能为我的同胞 做些什么呢 希望他们早日领悟吧 早日团结 脱离苦海 好吧 我是平凡 这就是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